請問有方同學宣傳教育要推行幾百才做到有方同學上課的成效 有方的時間 那你立法從來不看文意才能立法 再問有方你覺得減肥迫切性這麼大的時候 那為什麼不一次過立法禁止所有的家差別人 而是只行個測廳 就行個測廳 就行個測廳循序跌進 所以有方,你的眼中哪個宣傳教育才真正有成效 沒有啦,有方會自相矛盾 一方可以跟我們講話 對電區化學的問題很嚴重 一方會循序接進 垃圾循序接進去20年才做 怎樣負行你的逼折性 他自己計到這條數 如果他行這個政策 他最後可以回答他 這條數是政府計的 你怎樣計給我聽呢 去一萬步來說 就算可以限制的範圍 真的有效 好像交代循序一樣 但是不可以限制的範圍 例如這些白卡 例如評判桌面上的樽子的時候 有方全面這一點 做不到全面 我方的宣傳教才是更全面 所以應該為主 大部分都以宣傳教為做 這一點確立了啦 好了 再講成效 我方不是完全沒有成效的 我方見到 一副同理講 大篩鬼原來 廚兒量計 下跌了兩成的時候 為什麼你方所講 只能拿牌有成效呢 有方學呢 只有大篩鬼這個數據 而大篩鬼這個數據 一改就講 本身是一成又變成二成 我究竟數據是什麼 大篩鬼 歡迎大家出席 政策輕易立法詳細為主 對賽雙方為隔方寶梁寶伯多田 理事總理會中學 月光 中華傳道會安處中學 我是今日比賽的主席 是隔方的第五位中學 坐在我身旁的是計時員 理事月光的首席文學校 現在跟我感激雙方寶梁寶 隔方寶梁 馬虎朗 同學 隔方反應呼叮 陳燕雲伯多 隔方反應呼叮 莫全民同學 隔方寶梁 莫正經同學 月光寶梁 吳俊同學 月光第一副面 馬虎朗 月光第一副面 吳俊同學 月光第一副面 林生 小龍同學 月光協助 河俊加盈同學 月光協助 河俊加盈同學 月光協助 河俊加盈同學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平衡組合 我們今期的賽事 條心 他們分別是 中學 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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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自由便會接電動物貨環節 發言時間為4、3、3、4 風電會四處放2分鐘 自由便會四處放3分鐘 每次發言結束前 30秒會有一針在提示 夠鐘則有兩針在提示 超時15秒則會連針幾下 場地賽規已經發布居國三采學校 如果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 我和計時員會暫停比賽 加油三位同學本職場作出Pull Script 請問在座部有任何問題 OK嗎 好的話 先請幫助你發言 謝謝 除了各位大家早晨 今天變題與投地討論為主 即是雙方的選項可以共存 但需要分主次 作為主要手段 理應適用於絕大部份的情況 相反次要手段 只會用於部份確定範圍 就像專家經常說 教育子女要以讚賞為主 那是否不批評呢 不是 但如果因為父母十次開口 七次批評 只有三次是讚賞的話 我想大家都同意 這樣父母教仔 不是讚賞為主 而是批評為主 透過某社會功德 大家有沒有發現 都是宣傳教育無所不在 反而立法強制就有選擇性 就算學校和社會隔地示效敬勞 但立法只會針對弱樂這些極端行為 例如打人傷人會受到法律制裁 但善待他人不是靠立法強制 而是靠學校推德獄 靠政府宣傳關愛 為什麼呢 因為立法的本質是透過公權力 將某種行為定性為罪行 再限制相關公民的自由 因此在文明社會裏面 立法法是最後手段 尤方今天需要支持 在絕大部份的減規領域 都採用立法強制這種最後手段 相反 我方要支持 不論由無立法絕大部份的情況下 都應該透過學校、廣告、公共指南 和比賽等等的軟性宣傳教育手段 推動減規 我方認為行律變形標準有3 1.哪個選項更加能針對減規的特質 2.成效更加 3.政治及社會成本更低 我方支持宣傳教育原因有3 首先針對減規的特質 減規觸及陳臉火 宣傳教育更全面 1.減規大家是否以為只有減膠和減用紙 事實是任何物資 只要我們不用的那一刻起 就會變成廢物 例如大家衣服裏面的衣服 類似書籠台上的那些評評判官 就連我手上的這台提示卡 在1小時後都會變廢物 依舊衣服為例 一向環保處2019年的數字 香港人每人平均棄置衣物 16.4公斤 即是全年丟下都不可以衣物 足以失換3000萬部家用洗衣機 然後減規要走兩條路 一是減少過路消費 一減少就用垃圾 但是立法怎麼做呢 我強制不讓人買這麼多衣服 一是多做回收 那是不是要禁止人扔衣服 如果我展規這衣服 成廢物師扔這樣 又算不算辦法呢 雖然立法的局限性 宣傳教育可以靠學校 靠地填埋廣告 甚至找外回家幫忙 幫忙入屋 第二 從成效角度 減規要自律 要傳播 宣傳教育更加妥當 立法的特點是一刀切 但是很多減規理由 是很難定義 很難執法 就算做到成效都要看兩點 一是知識 就好像回收洗頭水樁 要懂得剪招指 拆彈弓 否則好心做壞師 二是意識 將減規內外為生活習慣 人生態度才可以走多幾步 而交易稅為例 是令人用少了交易 但是有沒有令他自覺 就連評判桌上的 瓶裝水都不買呢 相反 宣傳教育有三大功能 從個人層面 入了知識和意識 會變成信念 信念會令人自律 治療會變成行動 從社會層面 疑風逆軸 令本來不想減費的人 都會跟隨潮流 而作出改變 令內容及青少年家居 是建立價值觀的最佳持機 學校教育效果更好 最後從成本與反效果角度 解決垃圾徵費就證明了 立法強制可有很大的政治和社會風險 因此只適宜小心個別租 不止得宣傳教育可以光心全面租 我方後面會再解釋 總括而言以立法強制為主 等於同時犧牲了減費的廣度 深度 還可能引起反感 最後想問郵方是否認同 其實我們無線路肯 都是在全方位正在做廢物 如果是想問郵方是否要用辣法 去限制大部分市民的消費行為 和回收行為 多謝各位 請問郵方主席發言時間為 三分之十幾秒的消息 接著從著郵方主席 約十分鐘的時間 主席評判在一個位置 大家好 減費政策從來都不是目中身有 其實早於1998年政府預計 堆填區在15年內將會爆滿 廢物棄指量順衝增長 超出政府預期 減費迫在眉睫 香港最初的減費規劃先入此而生 政府推出減少廢物干擾計劃 期望透過完成手段在2007年 將廢物棄指量減至275萬噸 推遲堆填區爆破時間 而計劃主力就在於增設回收設備 在全城自三式回收套 鼓勵市民自願減費 但可惜政府極力宣傳 鼓勵市民自願減費 但是在配套不斷完善的情況下 廢物量不跌反升 2007年的廢物棄指量為344萬噸 同年對建區被迫博見 其後政府改變策略 透過硬性手段促使市民減費 2008年立法會通過產品或保責任條例 推行生產者責任制 2001年全面實施交代收費計劃 每個交代收費5毫子 又在近期立法管制即棄交餐具 和未來8月1日的立法政費 因為減費政策直接由軟性走向眼升 歸後更直接有效減少廢物 緩解對欠區負荷 而今日衡量變題準則在於 宣傳教育只是立法強制 在減費政策上扮演更重要角色 更能舒緩垃圾過多的問題 今日我看認為減少減費政策 應以立法強制為主 原因在於減費違反人性立法有效約束 如果垃圾可以隨手一丟 為什麼要清洗後回收呢 買瓶裝水這麼方便 為什麼要自備水瓶 其實本質上減費對市民而言 都是一種不方便 減少廢物 要是市民做多步去回收 要是市民買少些東西 奉制自己的物慾 但無論在哪一種都是麻煩了 人類的發展不外乎是為了過上更便利 舒適的生活 但是減費要求市民自願犧牲一部分的便利 而沒有任何回報 這個思維在物質主義的香港已經難以接受 強迫自己作出不方便的行為 就已經違反人性 所以現況底下 回收率長期存於低位只有30% 每天撐出3,000噸的廚餘 不是因為香港人不知什麼叫環保 只是在價值取態上 我們選擇不麻煩不減費 追求最便利的生活 所以要改變市民的行為 必然要靠外力因素約束人性 放棄生活中一點點的便利 迫使市民減費 而立法強制就是最有效的手段 而剛剛推行的管制 交餐具的措施為例 用交餐具對商家而言 必然是成本最低利潤最大 商家從來不會致遠提高成本 所以管制交餐具不會由商家自發 只會由政府立法禁止使用交餐具 達至減費效果 所以立法強制 必然會影響市民行為 有效促進減費 相反宣傳教育 依靠內力感化市民 驅使市民減費 但現在放下 香港人不環保不減費的價值觀 已經根深低估 過去一直都有宣傳教育 但是到今天都無法扭轉市民的思維 面對緊緊相逼的對天區飽和問題 要宣傳教育多久才會有明顯的成效呢? 最後想請問有方讀行 如果宣傳教育更有效 為何政府到後期會改變減費政策 中心方在立法強制上呢?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宣傳教育多久 就算了解 3分50秒後超時 接著是工電環節 工電一方可自由挑選對方裡 原本回答問題 並打算對於發言追問 回答方不得反問 亦不得打算工電一方發言 如果有違規 工電一方可以立即提出 評判應同可以直接透分 每次一分 如工電一方如常發言 評判應同行決定射手透分 另外工電屬於相對單環節 請兩位同學站在台前發言不回答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原本注意 填寫工電分數的時候 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 特別是反方的分子 第一架是已發言次序 是回答分數 第二架才是回答分數 好 現在請假工電自由 派出一邊緣作工電 請問要提到工生業 請挑選 ried方其一位儀備 拗生 好 請兩位站上台前 先 請問一下 有風和你剛才主編說 你要限制工商業 不如你限制市民行為 我想問一下市民買衣服 是否限制工商業 工商業能限制工商業 限制工商業能限制工商業 對工商業能限制工商業 有風和我自己都說過 他主編聲音跟我們說過 他們的邏輯就是 我今天限制工商業之後 商家就減少了製造廢物 市民買少了廢物就可以減費 但他們今天自己都說 買衣服根本不是工商業法名 那有風和你怎樣減費 有風和你怎樣減少市民製造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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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上課說減少商家製造垃圾 很多膠袋稅減少市民製造垃圾 種類的例子都證明了 減費立法政策才有成效 有風和我跟我們說膠袋稅 但我們看到膠袋稅 其實都不太有成效 知不知為什麼 因為知不知為什麼 有風和我 不知道但那個膠袋稅 有風和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重要 因為原來膠袋稅 人們用膠袋知道用什麼 用不漬布袋 用不漬布袋 不漬布袋也是有膠的 反而我們看之後 有膠袋增費之後 用膠袋上升 有風和我解釋到現象 可以選擇一下 不漬布袋 給你膠袋 實際上是更低的 對環境 我們有風和我不要再說 不要再說什麼 所以我現在跟你說 究竟可否全年減不到費 今天我和你講 舊衣服說自己減不到 那我再問你 你現在知不知 全球收拾最快的垃圾是什麼 好有風和我告訴你 原來就是你手機 我們經常都用的手機 那手機這些問題 你可否靠垃圾 限制它來不買手機 有虛幻電子 電子垃圾的限制 限制點制 電子垃圾的條例 已經是 限制點都限制 有風和我 怎樣限制的人 我都會選擇去買手機 有風已經答錯了 其實新聞上很多事 我們根本不可以 立法限制 而相關我們宣傳教育 可以做到什麼 宣傳教育 可以令到市民知道 過兩年買完手機 即是要做會心 有香港這樣的行為 難以回規的 現在我們來到月光 方面 月光的自由開箱去 請你自由點 不攻擊 好 請兩位表演的開始 現在月光公裏開始 兩分鐘的時間 請問有甚麼文學 減費政策是否要職頗委員 減費政策是要職領委員 請問有甚麼文學 減費政策一開始 你知為何會開始? 因為減費在一個隔壁都贏得到 應該做環保地圖 錯啦!所以今天有康學 一開始已經錯了 正如我開始主見所講 減費政策的推動 是因為它有個問題要解決 所以有康學 如果堆平均永遠不會飽和的話 那你需不需要減費呢? 同學是否說宣傳教證 只有立法才是政策 你是不是說減費政策 只有立法才是宣傳教證 當然不是 但只是在說 如果政府今天要做減費政策 它的目的是什麼呢? 它的目的是減少市民制度廢物 減少市民制度廢物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令到我們可以有這麼好的生活環境 所以有康學在理由原來已經錯了 今天減費政策有個最大的目的 為何會有一定的數字 它說它的整個目標 為何會有百分比 去衡量我們現在做到哪個階段 是因為堆平均的飽和速度 它要去制裁的時候 所以它才要去做減費政策 如果今天不斷永遠不會暴 為何我們要去做減費呢? 如果今天我們焚發龍 可以消灑所有東西 不會對環境造成有無影響 我覺得不需要減費的 它就有康學 第二個問號 有康學說 宣傳教證可以全面減費嗎? 所以有康學 你如何以宣傳教證 阻止人的手機? 不是 有康學反倒 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立法可以做到 就是你所說的減費費 因為你現在立法都拖了很久 好像立法都拖了很久 有康學說宣傳教育可以全面減費 但你跟我說論性成效 你如何可以令它做出來買手一點? 我們在第一個方面 全面是這樣 它在生活每一個方面 我明白了 但你如何教育它 我們透過拍廣告 像大西偉一樣 我們都宣傳教育 有康學說 所以今天有康學說 在拍短片 但拍短片已經是二十年前 到今次 所以有康學有什麼變法 現在每個香港人都有康學 各位 你們有康學有什麼時間 可以 各位大家好 比賽來到中場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剛剛我問有方 立法怎樣推動那些人 不要兩年就換一部手機 怎樣去買穿不到的衣服 有方都答不到 為什麼 因為他們知道 運動對他們的健康是好的 只是宣傳教育 才可以令人減肥 在生日市民的每一個生活方面 立法是做不到的 這點我們已經確立了 再說 有方主便跟我們說 人有多性 要他們減肥就是做不到的 因為減肥是麻煩 我方就想問有方 運動同樣都是麻煩 為什麼這麼多人去做運動 因為他們知道運動對 運動對他們的健康是好的 所以當你有一個信念 相信這件事是正確的 就算麻煩你都會克服 你都會去做的 好了 再看一看 有方又和我方說工商業 都可以釀出了生活 家居垃圾這個戰場 再說 商業方面 屈臣市 飛雪等抗泉水 他們都算沒有法例 都用了百分百重環交樽 為什麼 因為環保都可以吸引到 一些有環保意識的消費者 所以當我們去教育的人 有環保意識 那商家為了吸引人 去買他們的產品 自然都會做環保 不明白 為什麼只有立法強制才會做到 好了 回到方知 為什麼立法教育的人 自由減肥就會有行為 加拿大心理學家 斑布拉認為個人要出力 才可以催化意識轉變為行為 因為行動者 必須透過其自我規範機制的管控 並配合個人道德意識 才可以真正促成正確行為 所以綠色行為的實現 必須配合個人認知 和自律意識的覺醒 就以有方都會講的走速為例子 如果人們有環保意識 他們就不會止暴於堂食不用交叉 外賣他們都可以走交叉 甚至可以自帶可重用餐具 這樣不是減了那麼多費嗎 那要怎樣培養減肥意識 就由小教育最有效 我們要在學校搞好環保教育 而程度就跟公安教育這樣搞 怎麼會搞不好 將環保融一課程 找環保中間回來 和你講怎樣做環保 甚至生態融學團 正所謂三歲還是八十 小時候有了意識 大過你自己都會做 就好像小時候學校教育的校信 大過了你自然就會給家用給人 不用立法強制你 給家用給家人 有風不成的話 就好像我剛剛講的大西鬼 吃得好才好愛 吃得完才好買 這些深入民生的標語 大家都會講 這些吉祥物先夠進入屋 所以廚餘器節量 在短短一年多就減少了一成 立法做減費民意反對 質法難 法則定立 全部都是局限 但為何有風覺得絕大部分的立法 都要用減費為主做呢 多謝大家 謝謝老師 多謝大家 恭喜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主席、評判,還有位,大家好 我們先看看減費政策的目的得一個 就是宣援現在對田區飽和的問題 所有友方同學的準則都承認 就是成效至關重要 現在我們就來比較一下雙方的政策 先看宣傳教育 三式回收中1998年推出 鼓勵市民回收 直至2020年 全港已經有17,000泡回收箱 覆蓋百成人口 男廢子、王女過、啼交出 誰不懂 小學30級常識科已經專門開始一個單元 教你環保生活 怎樣使用三式回收和回收 有什麼可以回收 有什麼不可以回收 就用回收筒自己身上的目標 自己可以回收到什麼 有朋友同學你要的宣傳 全港市民都知道什麼是三式回收箱 有朋友同學你要的教育 現在由小三開始就教你怎樣懂得回收 宣傳教育都做足 對呀,我懂得飄養 我懂不懂做 今天三式回收箱的物料承犯箱 迫饒 綠色集團主席 吳永康跟我們說 三式箱有一半 是不能回收的垃圾 在人當物質的地方 例如旺角 佔沙掌 他的回收是什麼角色 就是大型的垃圾桶 所以最高承犯 只是佔回收率 不足0.1% 所以即使現在宣傳教育20年 最後承犯不能保證 沒有靈現增長 也不能做到有舒緩的措施 我想問有朋友同學 為什麼有效減少廢物 達至舒緩整個垃圾問題呢 雙方我們來看教育 雙方我們來看立法強制 2015年實施膠袋精規 哪怕只是精規五毫子 政策實施後 膠袋器質量 較上年跌至兩成 直接創下歷史低位 2018年全面實施 發熱電器電子產品生產的責任計劃 即是針對4.16 就好像雪櫃、冷氣等等的大型電器 商家必須免費提供回收服務 使立法起4.16的回收率 上升了7成半 立法強制的減費政策 立綱見影 實施後 市民的反應 整體成效有沒有達到預期 有風同學一目軟然 最後問有風同學 到底宣傳教育比立法強制更有效 為什麼政府的減費政策 是由軟性慢慢走去硬性呢 有風同學答不到 正是因為他都承認 馬鐵承認成效上 宣傳教育永遠都並不上這個立法強制 所以事實上 2007年政府打後做的所有宣傳教育 只是留於表面 2013年有風同學年 那個卡通公仔大浪鬼 2020年開展為期兩年的減費回收2.0 大型宣傳活動 展示標語 拍攝短片 拍小冊子 這就是現在政府做的宣傳教育 政府對自己的宣傳教育 沒有信心沒有期望 結果上面更加沒有成效 還有想問有風同學 如果減費政策 而應該以列為宣傳教育為止 沒有了立法強制 他是否可以保證自己的成效呢 多謝各位 dogs 衡方是1%的 服務員 上心工作人員 後面是神聖膏 然後是後面是 號碼 還有雙聖膏 是 指數者評判 助理 各位 大家好 來到義褲這個位置 不如今天上方的表演 好 其實其實有一個方 就犯了兩大錯誤 第一,其實有方就犯了目光短次的錯誤 他們就說這個減費政策 只是為了舒緩堆田區問題 但我學方就想問 減費政策是特別的目標嗎 難道我們就算堆田區沒有搞惡 我們也不應該減費嗎 實際上就是堆田區本身存在 都會呼應當地的土地 會影響到我們建房建公屋 因為香港最關注的議題 有方都不關注的 所以今天減費政策 不僅是為了舒緩堆田區保護的問題 我們減費政策 都會更加達到零費 堆田的目標 令到我們的生活更加環保 更加綠色 所以今天游行由當初定立的目標 已經不合理了 再說,今天游行一直在質疑我方宣傳教的成效 但他們說到自己立法的成效就好 但他們有沒有留意 他們從來都沒有交過論據 究竟立法成效才會好 他們就說 我公司要禁了公司 要製造垃圾之後 市民都要跟著一起做 然後就減費了 但怎樣做 怎樣制定的罰則 怎樣執法 有方通通都沒有回答過 所以有方後不要再假裝自己有論證 那邊看 是請這條情況 請有方有論證 究竟立法怎樣做到減費 而相反 我方看到什麼 其實宣傳效果我方一副都說了 大山歸去減廚其實有效的 就算有同學說 你同學說宣傳教育做得現在還沒夠好 或拍電影還沒夠好 我們為什麼不參考外國呢 我們看到德國是一個環保很成功的國家 他們在做什麼 譬如學校已經在教小學生去怎樣做環保 我們看到他們有做一些社區倡議 他們帶小學生一起去親近大自然 他們明白到環保究竟有多重要 從而提升他們的意識 我們再看看日本 日本小學生由小到大 垃圾分類怎樣做 回收要怎樣做 這些就是宣傳教育的成效 這兩個國家都是宣傳教育 都是環保做得很好 那這些又為什麼不是成效呢 所以說到底 今天有方同學根本就不明白 立法強制和宣傳教育之間的分別 但無論證明兩者之間的成效究竟差異在哪裏 而有方同學說立法成效很好 但其實立法都有它的局限 爸爸我方先説 如果通常有政策 難免都要考慮它的成效和代價 如果因為減肥政策以立法為主 我們會看到一個怎樣的世界 我方就看到不單止成效有局限 分分鐘還有反效果 首先措施當然到現在都未成事的垃圾 正費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首先立法在廣道 我方已經確立了 有方管不到家居垃圾、家居廢物 之後立法在民意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調整件事 到現在仍然有3分2人反對法 以後實施垃圾徵費 還有很多人出聲反對 民權聯監獲會主席圖文端 就說垃圾徵費對實際困難估算 嚴重不足 社會沒有共識 政策一套再套 正正反映出政策的成效 都要取決於社會的共識 那現在沒有共識 又可以做到什麼呢 所以說到今天 有方完全忽畜了 社會的部份 根本沒有辦法 任職了編題 有方編題應該自己答應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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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評判長的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要處於一個架空世界 今天有方同學的目標 只不過是自己的想像 不如認真看看政府的目標 203年資源長環南部 今天有方說得出的零費堆填 什麼叫零費堆填 原來就是用墳化爐去取代堆填區 只要在整個環境墳化爐 加回收再加堆填區 可以吸收所有的垃圾 這就是政府的最終目的 所以今天政府的目的 不是教我們每個人成為星人 而是解決現時香港面臨的垃圾問題 怎樣可以吸收所有的垃圾 已經是他的終極目標了 所以先解決目的之後 看看是否怎樣去判斷這場比賽的勝負 其實很簡單 怎樣去判斷什麼叫做主呢 就是主次為分 主就等於無力不得 次只是一個輔助 即是說如果輔助不在 主在都仍然可以有一定的成效 我們來看看 如果只有宣傳到的世界是怎樣 很簡單 完全是由人的價值去減費 今天9元同學 如果可以教到人都是性人 可以自願減費 不買手機 不換手機 不買裝飾 當然是好 但是今天9元同學 有沒有論證過 要走到這一步 我們要經歷多久的時間 做多少的事 才可以令到我們家的香港人 走到你所說的自願減費 我根本就記不到 所以今天 宣傳教育做了那麼久 從1998年開始 小學生的過程中 已經包含了環保生活 到今天 難道我們不知道什麼叫環保 難道我們手上的這張卡 會蓋乏樹木呢 我們知道的 但為什麼我們仍然不選擇去做 正正就是香港人的價值償態 因為我們桌上 有那麼多的帳戶 我方又有兩大帳戶在 最後我們會不會重用它 或者反正它是用 不會 是因為我們做不到 不是的 純粹是因為我們不想麻煩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你說到我怎樣可以改變我的價值取態 你之後的每一場比賽上面 我都重用我的白卡 不要每一次都扔 可能都只有 如果我不重用白卡 扣分這個情況 才會令到我改變我的價值取態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你必須要和我論證成一下 你不解釋方法 我不解釋情況的底下 你都不論證我的變態 還有第二件事 我們去思考一下 如果我們又真的得辣 辣法強制 那些人不真心 他即使去減少廢物都好 他都不會減少真心 他都不會減少真心 他都沒有改變他的價值取態 但是我沒有改變 那又如何呢 我的行為改變了就可以了 今天我交代精彩 交代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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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是1990 由軟性措施 改變到今天 他一直使用硬性措施的關鍵 今天有方看不到的就是 減少的政策 一定是一個赤裸裸的數字 有方同學 不解釋成下問題 完全不留神經提 多謝各位 有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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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有方同學 宣傳教育 要推行到幾百 才做到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有方的時間 那你立法 你從來不看文言 你才能立法快 那你認為 減少迫切性這麽大的時候 那為何不一次立法禁止 所有交代精彩 而是唯一行調查廳 那是唯一行調查廳 循序點進 所以有方 你眼中哪一個宣傳教育 才真正有成效 有方的指商矛盾 一方可以跟我們說 對店區化學問題很嚴重 一方純粹接進 垃圾性廢派人在20年才做 如何負行你的逼折性 再問你最後一次 白卡怎樣禁止 他自己計算了一條數 如果他行這個政策的話 他最後可以回答他的想法 這條數是正估計的 你怎樣計算給我聽 有可能是白卡問題 說的是 如果你沒有一個外力去限制你 才有白卡 你根本不會自行淡化 是還是不是 不是的 那你怎樣限制我 現在問你怎樣不是做 你現在是做不做到的問題 所以有可能和羅室上不同意 你先回答我怎樣 因為有可能解釋不到 很正正的就是說 今天減費要市民自行減費 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今天就是要外力去促使 才可以有機會去改變這個問題 你有可能和羅室上不同意 有可能和羅室上不同意 世界上那麼多地方都做這麼難保 為什麼你說到 只有立法宣會的人就說沒有 他們有意識 日本德國那些地方 他們有意識自己都會做環保 再回到剛剛迫切性的問題 你們剛剛說有難途 在計政府 他自己都懂得計 但是我問你 他現在立法宣會一推再推 他是不是那個時間 他都做到 做不到 所以有方都做不到 所以說迫切性 所以今天有可能和羅室上看不到 在香港的現實底下 是否真的好像你所說 日本德國的人所說 自行減費 如果不是的話 你怎樣令到他減費 如果你要宣傳教育 去令到他減費 要多久 有了 其實已經承認了 宣傳教育是有成效 做到德國、日本 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就做到日本、德國 現在香港有沒有做的問題 就是沒有 有可能我們宣傳教育有效 立法確定 沒有有效的情況 為什麼不是宣傳教育為主 第一 立法強制如何 必然無效 立法強制 必然可以限制他的行為 這個就是最大的情況 再就是說宣傳教育 做到德國、日本 我就問你要多久 有什麼差異要去做 好啦 退一萬步來說 就算可以限制的範圍 真的有效 好像交代精費 但是 不可以限制的範圍 例如這些白卡 例如評判桌面上的這些樽 的時候 有方全面這一點 做不到全面 我方的宣傳教才是更全面 所以應該為主 大部分都以宣傳教為主 這一點確立了 好啦 再講成效 我方不是完全沒有成效的 我方見到 一副同理說 大西鬼原來 廚爾量是 下跌了兩成的時候 為什麼你方所說 只有立法有成效呢 首先 有方學只有大西鬼這個數據 而大西鬼這個數據 一改再說 一成又變成二成 有方學的數據是什麼 再者 今天有方同學所說 全面 我方問 減費政策是更多 是對於減費總體數量 還是裡面的每一個 垃圾分佈呢 其實我們看到 今天有方看減費是沒有財產的 他們只是以為 不用堆停它不爆 我們就不用減費 那是不是這件事 不是對 不是 再問有方為主的問題 你現在說 只有立法就可以 但是我跟你說 其實應該以宣傳為主 因為你沒有宣傳 教人們怎樣做環保 就算你有條法律 他們都不知道怎樣做環保 想問有方 你都不懂 廢紙放在哪個章 就知道你怎樣做環保 事實上 有香港人都知道怎樣做環保 但是選擇都不做 那你怎樣改變他們 有方說 我怎樣知道我怎樣做環保 我方見到 很多人說 垃圾精品突然之後 連要哪一個回收品 丟到哪一個回收箱都不知道 連他們這個政策 究竟可不可 所以地坡怎樣去丟 都不知道 連局長都解釋不清楚 都不知道 連局長都解釋不清楚 這些是否靠宣傳才能做得到 不是 很簡單 但我不知道膠是會傷害 不知道白卡 是會撞到什麼 我知道 但為何我選擇去做 那你要改變我的行為 你怎樣去做 好 好 那你所說會傷害環境 都不是全部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不存在 所有垃圾都不應該丟 這是一個極端的 我方不會和你討 只不過說我們的目的是 減少廢物的總體數量 而不是說 這個紙張 我要先選擇這個巴 然後這個紙張 然後這個紙張 要先選擇這個巴 不是這麼細時的風步 對吧 好了 所以說總體數量 我方跟你說 原來全球增長度最高的是電子廢物 有方做不到 舊衣原來又是很高的時候 又做不到 有方已經用盡發炎時間 月方現在還有一根單條 開車又派出電子廢物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要我解釋 每一個細節分布的類別的 怎樣垃圾硬質 但我方說 從來都不需要 而且我雙眼看的是 總體的垃圾數量 所以垃圾硬質 我覺得他已經可以 控制垃圾數量 所以我們只行垃圾 正確先 我聽到如果有必切性 他要去做的時候 那便再行 所以今天成效上 有方同學 我從來沒有解釋過 除了大浪費鬼之後 究竟有沒有其他宣傳教育 走到網路 有些什麼成效呢 現在他又要怎樣宣傳教育 未來面對著 都要填他飽和 五年之內飽和 迫切在眼前的情況 有方同學不解決 就是跟我說 風塘微信 要教每一個人成為生日 當然是好 但你做不做到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從來沒有講過 怎樣去執行 以及實質上也想一下 所以今天回到本身 減肥政策這件事 講的是每一個階段 都要有自己的目標 如果今天有方同學 都說不到宣傳教育 就是這樣 我教他 然後宣傳 怎樣宣傳這個教育 都得到 越多的發言時間也都完畢 現在自由評論文字結束 請問在座可 有沒有發言何上電源 是未曾發言的 沒有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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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是見面 現在是見面環節 相當見面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可以 在台東消育 有情之間 找不見 又沈公領 十分 又怎 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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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